我们行政院环罗署的官网 这个网站 这个地方有个 Jackson 点下去 所以要特别注意 他的网址其实就在上面这边 其实也有 或者如果你要 Jackson 的话 我建议各位慢慢 可能要记一个按右键 右键的话 这边有一个复制连结网址 因为如果你点左键的话就下载 或者是跳出另外一个视窗 但是我想知道说 这个背后的网址是哪一个的话 你可以复制它 按右键复制连结网址 就它不会弹开 你当然把它贴上的话就这一串 不过其实你会发现 后面好像多一个 Format 等于 Jackson 如果你把它 Enter 的话 它就会出现的就是 刚刚看到那一串东西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抓到我们 Python 里面该怎么做 第一步当然 其实以后如果你要抓网路上的档案的话 其实第一步跟前面都一样 你一定什么 先 import 一个 Request 利用这个 Request 做什么 我们利用这个 Request 去抓我们要的东西 抓的方法其实也跟刚刚一样 其实这一串 HTML 等于 CP950 然后再把它 Printed 把这两行 其实就是这两行 等于是用 Request 点 Get 后面的网址 所以把这两行放到下面来 其实都差不多 然后这一串东西的话 刚刚是去抓零售市场的价格 可是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 按右键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这边连结网址 贴到这边来 那最后的话 encoding 当然 如果你不确定是什么的话 我刚刚有讲过 如果 CP950 乱码 你就改 UTF-8 就变正常了 所以我刚刚试一下 你会发现 HTML 如果用 CP950 的话 应该会是乱码 点 TST 把它 Printed 一下 不过这个行券光网好像连线都有点慢 不像说刚刚有了 有没有乱码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UTF-8 这样的话执行 应该就是没有乱码 看一下 OK 那抓下来的东西 接下来怎么办 我要的东西 基本上应该是哪部分 你可能要再分析一下 因为杰斯人我讲过 其实 KEY 左边的部分 帽后左边部分 就是栏位名称 可是它一直重复 理论上我是要右边的东西 有没有 就是那个Values 那我要怎么样 刚好可以抓到那个Values 其实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样 一样把这个东西 先放在一个List E里面 那ListE里面的话 就把这个Evil东西 放到这里来 但特别注意 我看一下 这有点慢 就这一串 这一串基本上是 所谓的文字 那所谓的文字的话 前后都有所谓的 这个一般是双引号符号 有没有 如果说你要把前后 这个双引号的符号拿掉的话 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把这个符号拿掉的话 你可以藉由 有一个函数 叫什么 叫Evil 这个Evil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把那个 双引号的符号 意思是说 它就不会是一个自串 它就会帮你转真的 如果它里面是一个串列 它这个时候呢 就会是串列 那所以我把这个结果 print出来一下 print 然后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说 它是不是一个List的话 你可以用Type Type的话呢 把这个List1放到这里面 执行一下 有没有 Evil过来 本来是文字哦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List1呢 用Evil转换之后 然后就变一个串列 不会未免太久了 好 那串列之后的话呢 如果希望把里面的全部的东西 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你看看这边比较清楚 一个的话 大瓜糊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你会发现 那个Nordepay 它有个好处 如果你选头 尾巴会亮起来 有没有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不过你会发现 这前面都重复啊 如果把这个重复的东西拿掉的话 那不就是我要的吗 有点像 那个什么 CSV里面的那个 每一笔资料 OK 所以我要怎么把它去掉 第一步的话呢 这出来 出来 有没有 它是List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一个一个 把它拿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写一个回圈 for一样 你看嘛 for i in range 所以其实你把这个范围 Range在哪里 就是LEN 这整个全部 的 这个List 里面的全部 一个一个 帮我把它抓出来 然后做什么呢 帮我print出来 OK print the List 那你会发现 那里面的话呢 就会是什么 一个一个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叫字典 OK 一个一个的字典 帮我列出来 但是如果我只要后面的东西的话 特别注意 不要前面 前面叫key 那你其实可以做一件事 怎么样 后面再加一个 点 用一个方法 叫我要values 你就values 小瓜 我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我只要后面的东西 诶 我们试一下 知心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上面这个不要看 上面刚刚 有没有 他就帮我把 values 有没有 哪个策站 哪个县市 得到的数字 哪一天 单位 有没有 key都不见了 也就是说 我可以略过 刚刚前面的 这个 这个 跟这个 只拿到后面的东西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出来的为什么前面 会多一个 dict value 意思是说 他现在的形态 还不是串列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 转换成串列的话 其实你很简单 在这前面加一个list 小刮弧 后面的话呢 再一个后刮弧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字典的形态 转换成串列形态 执行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就会是 像那个串列的形态 如果是串列形态的话 其实就有点像 我们刚刚写的那个程式 你可以先把这个list 把这个 这一个串列怎么样 丢到哪里呢 丢到list 2去就好了 有没有 把它丢到list 2 然后再把list 2做什么 做切割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 有点类似刚刚的做法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 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这个Jason 我大概做了几个 转型的动作 第一个用evil 把文字 转换成串列 那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就是 把他的 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 都抓出来 但是如果我只要他 后面的资料 就是values 那我用了一个方法 叫点values 小瓜 ok 那外面再包一个list 资料都出来了 那这样资料出来之后的话 其实后面 做法就跟刚刚的 几乎一模一样了 资料抓下来 一个串列 所以你会发现 以后如果说你要做 比如说我要把资料塞到资料库的话 那第一件事情 你就是把 把资料 先做成串列 这样后面就简单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 我看到 那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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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